洪杜拉斯总统卡斯楚 2022年1月就职 副总统赖金德当时还亲自到场管理 只是一年后卡斯楚却发推特说 以指示外交部长处理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关系 还说会和世界各国一起自由的扩大边界 这也意味着与台湾的邦誼岌岌可危 外交部已掌握讯息 并已向洪国政府表达严正关切 中国与洪国发展关系的唯一目的 是要压缩我国的国际空间 切勿落入中国圈套 声称话洪国国旗依然飘扬在外交部大厅 只是卡斯楚前年曾说 当选后会跟中国大陆开展外交与商务关系 过去一年我方就紧盯卡斯楚 何时打算履行着竞选承诺 据悉台湾关系的警报今年1月已构级 只是前线的外交人员仍在全力努力 我们欢迎洪方的有关表态 世界上181个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 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 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 一个丢枪丢人丢士气 国防不霸佩 然后外交又丢友邦 胡总好怎么看洪杜大师 可能跟台湾断交 去年才亲自跟卡斯楚碰面 15日登记要凭2024大位的赖清德 想必心情更是五味杂陈 学者则认为这背后涉及中共的盘算 时间点更是不单纯 2002年的时候 陈水扁在诺鲁的这个案子里面 就是因为他当选党主席那一天 诺鲁跟我们断交 所以这个中共这样的做法 并不是没有潜力可循的 是不是刻意对于我们总统 要过境美国访问 到中南美洲一个重大的打击 我们绝对不排除 这部分从来没有间断过 中共刚结束两会 美中台关系轨谀 新一波的外交战 隐性看来已经点燃 TVBS新闻李国卫 朱玉峰 刘婷婷 连续小组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